记者张文川台北报道,新党发言人王炳中等人经被台北地检署一涉犯国家安全法罪嫌起诉,起诉指出,王炳中在与周洪旭联络之外,另接受国台办的组织训练,检方在王炳中住处搜获检体字的台湾同派青年核心小组纲领及张成的总纲,当中强调,在中国共产的指导与帮助下,团结整合两岸, 统一力量,以公开掩护秘密,王炳中并在上头亲笔书写满满的筑记,其中一句具有媒体号召,预章,黑道,引人瞩目,这只总网中提及,统派青年核心小组,以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为最高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帮助下,团结整合两岸统一力量,小组以新党青年军领袖王炳中, 联名正为核心,以新中华儿女学会为常设组织机构,根据岛内形势需要,设立抗都市阵线,保家卫国行动联盟,中华复兴社,大专院校中华学会等外围团体,积极壮大组织,开展政治活动。 内文又提到,小组现阶段任务围在岛内青年中传播统一思想,积极发展组织壮大统派声势,小组成员与共产党是坚定的盟友和同志, 在祖国统一大业中同心同德,并肩作战,平时积极承担两岸沟通联络角色,充分发挥协调整合作用,如与台海战士,更应联手粉碎分裂势力的政治图谋。 内文强调,小组对外以岛内统派团体名义开展工作,严格坚持公开掩护秘密,不得暴露与大陆方面的内部联络,发展组织,吸收成员,安排工作要按照组织程序,严格考察与选拔,区分层次,循序渐进,确保工作安全有序推进。 总刚上写满注记,北检表示这些都是网柄中的笔记,上头写道,客观条件,同,心理认同,疏离,据过度,旧战争,具有媒体号召,御,章,黑道,新党,终生带断,年轻人,王,连内核心,新中华儿女,联络各同派工作,因为是年轻人,比较可以超越各党派等等。